中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 中国建设银行 今天正式进军五国 中国建设银行 董事和首张纳吉 在举行开业接牌之后表示 中国建设银行将会开拓大马市场 加快银行国际化转型发展 并推进落实一带一路 和走出去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而建设银行 作为中国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的 专门银行 将利用我们丰富的经验 平复基金实力 为马来西亚基础设施建设 平全方位专业化的基础服务 才刚开业的中国建设银行 就已经跟13家集团 银行以及政府机构 签署备忘录 加强马装之间的投资合作 近年来中国大力投资我国 遭到在野党批评说 这是变相在卖国 不过纳吉今天在致辞时强调 大马和中国建立的绝佳关系 已经带来真实和具有 转变意义的成果 这绝对不会危及国家主权 这些关系 并不缺乏股权一较 对于我们的军事政策 所说的 我永远不会卖 马来西亚的股权 之后纳吉还不点名地捍卫 普通售卖股权给吉利集团 是一项正确的决定 他说要保住一家亏险的公司 首先必须要改变 这样才是有利于大马的事 外资就入我国引起批评者不满和拒绝 不过纳吉放话 如果要延时国家发展 不想提高收入的话 那就继续反对吧 但他还是不会为了促进外资而道歉 因为这些投资将会汇解所有人 包括人民以及来自海外的伙伴 我永远不会再拒绝 我永远不会再拒绝 因为发展的投资 在马来西亚 这些资许是在意义上的 为所有的亿荷 在马来西亚 和我们的伙伴 从外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